第41回 鱼羊鼓动天方醉 独抗图穷 回已迟 此日 微笑宝带同随从兵马 押了吴志荣和毛冬珠 离扬州回京 康熙的上誉宣兆甚急 一行人在图不敢耽误停留 不免少了许多招财纳会的机遇 沿途德训 吴三贵起兵后 云南提督张国柱 贵州巡抚曹申吉 提督李本申等归响 云南巡抚诸国志遭杀 云贵总督甘文坤自杀 这日来到山东 地方官超德抵报 呈给钦差大臣 乃是康熙斥责吴三贵的诏书 卫下宝叫师爷诵读解说 那师爷捧个诏书读道 逆贼无三鬼 穷促来归 我士族张皇帝 念其书款投诚 守之君旅 亲赐王爵 蒙乐山河 其所属将变 重揭侍职 恩赖有加 开捆滇南 倾心已认 带极镇宫 特隆异数 禁绝亲王 重计甘诚 石托心旅 书恩忧礼 镇骨所无 文小宝听了师爷的解说 不住点头 说道 皇上带着反贼的确不错 半分没吹牛皮 像我文小宝对皇上忠心耿耿 也不过封个伯爵 要封到亲王 路还差着这么一大截呢 那师爷继续诵读 据义吴三轨 性泪穷奇 中怀举诈 宠吉生交 因徒不轨 于本年七月内 自请搬移 朕以吴三轨出于诚心 且念及年齿衰迈 师徒元树已久 遂云所请 令其修夕 乃赤商所思 安插周至 无始得所 由特检大臣 王宣御振怀 朕之待吴三轨 可谓体龙情志 灭以嘉义 进兰川湖总督 蔡玉荣等奏 吴三轨进行反叛 卑雷朝豢养之恩 成一旦吃张之事 不行兄弟 土坦生灵 礼法难容 人神共愤 卑小宝听一句解说 赞一句 皇上宽宏大量 没骂吴三轨的奶奶 散得是很客气了 张勇 赵良栋 王进宝 孙思客 以及李立世等在侧旁听 君想 圣旨中只说皇帝待他好到不能再好 斥责吴三轨忘恩负义 不提半句满汉之分 也不提他如何杀害明朝王室 可十分高明 好让天下都觉吴三轨造反是大大的不该 那事业继续读下去 赤纸中劝与地方官民不可覆逆 就算以物从贼党 只要毁罪归城 也必不咎既往 亲族在各省做官居住 一概不予株连 不必疑虑 诏书中又道 既有能勤吴三轨投陷军前者 即以其决决之 又能诸付旗下取魁 即以兵马城池 归命自孝者 论功从优取路 朕不实言 维侠宝听了师爷解说 皇上大远 只要谁能抓到吴三轨献到军前 皇上就封套为平息亲王 不由得心仰难骚 回顾李立氏等人 说道 咱们去把吴三轨抓了来 弄他个平息王做作 道也开胃得很 众人齐声称施 张勇等武将军响 吴三轨兵多将广 要抓到他 谈何容易 李立氏等心想 我们要杀吴三轨是为了他轻抚汉人江山 难道真是为达子皇帝出力 但如维乡主做了平息亲王 在云南带兵 再来造反 道也不错 那时我们天地会造反 就未必输了 维侠宝听完诏书 下令立即启程 要尽快赶回北京 讨差出征 以免给人赶在头里 先把吴三轨抓到了 抢去了平息亲王的风角 这一日 来到湘河 离京已尽 维侠宝吩咐张勇 率领大队 就地等候 严密看守侵犯毛冬珠 自己带同双儿和天地会群雄 押了吴志荣 折向西南 去庄家大屋 要亲自交给庄家三少奶 以报答他相赠双儿这么个好丫头的后裔 傍晚时分 来到一处镇上 离庄家大屋上有二十余里 一行人到一家饭店打监 这时 个人已换了便服 将吴志荣点了雅穴和上身几个穴道 却不把腹 以免害人耳目 众人围坐在两张板桌之旁 吴仁院和吴志荣同桌 双儿怕他逃走 独自和他坐了一桌 严加监视 饭菜送上 个人正吃喝间 十几个官兵走进店来 为首一人是名守备 店外 马斯声不绝 两名兵士自行打水四马 一名把总大声吆喝 吩咐赶快杀鸡做饭 说道有紧急攻势 要赶去经历报训 掌柜的诺诺连声 催促店办事后官老爷 亲自替他守备 开抹桌椅 一匹官兵刚坐定 镇口传来一阵车轮马蹄声 在店前停车下马 几个人走进店来 当先二人是精壮大汉 第三人却是个劳病鬼模样的青年汉子 又矮又瘦 两颊身陷 颧骨高耸 脸色辣黄 没半分血色 隐隐现出黑气 走得几步便咳嗽一声 他身后一个老翁 一个老妇 并肩而行 看来都已年过七旬 那老翁也身材瘦小 但精神绝硕 一部白须飘在胸口 满脸红光 那老妇比那老翁略高 腰板挺直 双目炯炯有神 最后两个都是二十来岁的少妇 瞧着七人的打扮 那病汉衣着华贵 是个妇家园外 两男两女是仆役 仆妇 翁儿二人 身穿轻补衣衫 质料甚粗 但十分干净 瞧不出是什么身份 那老妇道 张妈 倒完热水 侍候少爷服药 一名仆妇婴了 从梯栏中取出一只瓷碗 提起殿中铜壶 在碗中倒满了热水 荡了几档清取 再倒了半碗水 放在病汉面前 那老妇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 打开瓶塞 到处一粒红色药丸 拿到病汉口边 病汉张开嘴巴 那老妇将药丸放在她舌上 拿起水碗 喂着她吞了药丸 病汉服药后喘气不已 连声咳嗽 老翁老妇凝视着病汉 神色间又关注又担忧 见她喘气稍缓 停了咳嗽 两人都常常虚了口气 病汉皱眉道 爹 妈 你们老是瞧着我干嘛 我又死不了 老翁哼了一声 转开了头 老妇笑道 说什么死啊 活呀 我孩儿长命百岁 唯小宝心道 这家伙就算吃了玉皇大帝的灵丹 也活不了几天了 原来这老头老婆子是他爹娘 这老病鬼 定是从小给宠坏了 爹娘多瞧他几眼便发脾气 那老妇道 张妈 孙妈 你们先去热了少爷的参汤 再做饭菜 两名仆妇答应了 个体一只提栏走向后堂 官兵队中 那守备向掌柜打停去北京的路程 掌柜道 嗨 众位老爷 今日再改二三十里路 到前面镇上住店 免一早动身 午后准能赶到京城 那守备道 我们要连夜赶路 住什么店 掌柜道 打从今儿起一年内 报你生意大望 得多备些好酒好菜 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 那掌柜笑道 嘿 老爷说得好 小店生意向来平常 像今天这样的生意 一个月中难得有几天 那是众位老爷和客官照顾 哪能天天有这么多贵人光临呢 那守备笑道 掌柜道 我教你一个乖 无三鬼造反 一打到了湖南 我们是赶到京里 去承耸军报文书的 这一场大仗打下来 少说也得打到三年五载 禀报军情的 天天要打从这里经过 你这才是有的发了 掌柜连声道谢 心里叫苦不跌 你们总爷的生意 有什么好做 大吃大喝下来 大方的随意赏几个小钱 凶恶的打人骂人之后 一拍屁股就走 别说三年五载 就这一年半载 我也得上吊了 维夏宝和李立世等 听说无三鬼 已打到了湖南 都是一惊 这思来得好快 钱老本低声道 我去问问 维夏宝点点头 钱老本走到那守备身前 满脸堆笑 抱拳道 刚才听到将军大人说 无三鬼已打到了湖南 小人的家眷在长沙 很是挂念 不知那边打得怎样了 长沙可不要紧吗 那守备听他叫自己为将军大人 心下欢喜 说道 哎 长沙要不要紧 倒不知道 无三鬼派了他手下大将马保 从贵州进攻湖南 援州是实现了 总兵崔石鹿被俘 无三鬼部下的张国柱 攻应林 下国相 正分头东进 另一名大将 王平帆去攻四川 听说兵势很胜 川巷一带的百姓都在逃难了 钱老本满脸忧色 说道 这 这可不大妙 不过大清兵很厉害 无三鬼不见得能赢吧 那守备道 本来大家都这么说 但援州这一仗打下来 无三鬼的兵马 挺不易抵挡 哎 局面很难说 钱老本拱手称谢 回归座上 天地会群雄有的心想 别让无三鬼这大汉奸 做成了皇帝 有的心想 最好无三鬼打到北京 跟满清达子斗个两败俱伤 众官兵匆匆吃过酒饭 那守备站起身来 说道 掌柜的 我给你报了个好消息 这顿酒饭 你请了课吧 掌柜 哈腰陪笑 道 是 是 当的 当的 正位大人慢走 那守备笑道 慢走 那可得坐下来 再吃一顿了 掌柜 神色尴尬 只有苦笑 那守备走向门口 经过老翁 老妇 和病悍的桌边时 那病悍 突然一伸左手 抓住了他胸口 说道 你去北京送什么公文 拿出来瞧瞧 那守备身材粗壮 但给他一抓之下 当时蹲了下来 身子矮了半截 怒吓 他妈的 你干什么 掌红了脸 用力挣扎 且半分动弹不得 那病悍 右手吃的一声 撕开手背胸口一斤 掉出一只大风套来 那病悍 左手轻轻一推 那守备直摔出去 撞翻了两张桌子 乒乒乓乓乓一阵乱响 碗蝶碎了一地 官兵大叫 反了反了 纷纷挺枪拔刀 向那病悍扑去 病悍带来的两名仆仪 抬拳踢腿 挡着的便摔了出去 顷刻之间 重兵丁躺了一地 那病悍撕开封套 取出公文来看 那守备吓得魂不附体 颤声大叫 这是承认皇上的奏章 你担敢撕毁公文 这不是造反了吗 那病悍看了公文 说道 湖南巡抚 请达子皇帝 加派援兵去打平西王 就算派一百万兵去 还不是 还不是给平西王 扫荡得干干净净 一面说话 一面将公文团成一团 捏入掌心 几句话说完 摊开手掌一扬 无数纸片 便如蝴蝶般 随风飞舞 四散飘扬 天敌会群雄 见了这等内力 人人变色 君想 听他语气 竟似是吴三桂手下的 那守备挣扎着爬起 拔出腰刀 道 你毁了公文 老子 反正也活不成了 给你拼了 提刀越前 蒙力将病悍头顶披下 那病悍仍然坐着 右手伸出 在守备小腹上微微一推 似乎有的别来滋扰 那守备举起了刀的手臂 忽然慢慢垂僵下来 跟着身子软倒 坐在地下 张大了口 只有出气 没有进气了 给打倒了的官兵 有的已爬起身来 站得远远的 有气没力地吆喝几句 谁也不敢过来相救长官 一名仆妇 喷了一碗热汤出来 轻轻放在病汗之前 说道 少爷 请用身汤 老翁老妇 对世财这一场大闹 便如全眉桥见 毫不理会 只留神着儿子的神色 徐天川低声道 这几人挺邪门 咱们走吧 高燕超 去付了饭前 一行 静自出门 只见那老妇端着身汤 轻轻吹去热气 将碗就到病汗嘴边 喂他喝汤 围小宝等走出阵殿 这才纷纷议论 那病汗 是什么路道 徐天川道 这人将公文捏成了碎片 功力这等厉害 当真 当真少见 全真道人道 他在那五官肚子上这么一推 似乎稀松平常 可是要闪避党格可真不容易 风兄弟 你说该当如何 风计中道 不该走进他身边三尺 群雄一想都觉有理 对着一推 不论闪避或党格 至少要在他三尺之外方能办到 记忆气得这么近 再也避不开 挡不住了 徐天川胡道 我抓他手腕 一句话没说完 便摇了摇头 知道 以对方内进之强 就算抓住了他手腕 他手掌一翻一扭 自己 只骨万骨 难保不断 众人明知这病汗 是吴三桂一党 但眼见他行凶伤人 竟谁也不敢出手阻拦 虽然被害的是达子军官 终究不是众人平素的 狭义豪杰行径 心有愧意 不免兴致所然 贪得一会儿 便军住口 行出树里 忽听的背后马蹄声响 两骑马急驰而来 当地已是通向庄家大巫的小道 不能两骑并行 群雄正美好气 虽听提声甚急 除了风济中和双尔乐马道庞之外 羽人谁也不肯让道 转眼间 两骑马一吃到身后 群雄一骑回头 见马上骑者 竟是那病悍的两名男仆 一名仆人叫道 我家少爷 请各位等一等 有话向各位请问 这句话 虽非无礼 但目中无人之意 却再也明白不过 群雄一听 尽皆有气 玄真道人喝道 哼 我们有事在身 没功夫等 大家素不相识 有什么好问 那仆人道 是我家少爷吩咐的 各位还是等一等的好 免得大家不便 言语中更是充满了威吓 前老板问道 你家主人是吴三贵手下的吗 那仆人道 呸 我家主人何等身份 只能是平溪王的手下 群雄君想 他不说吴三贵 而称平溪王 定跟吴贼有点渊源 便在此时 车轮声响 一辆大车从来路迟到 那仆人道 我家主人来了 乐转马头迎了上去 群雄此时若纵马便行 倒是怕了那病害 当下以其驻马等候 大车迟到近处 一名仆妇驾车 另一名仆妇掀起车围 只见那病悍坐在正中 他父母坐在其后 那病悍向群雄瞪了一眼 问道 你们为什么点了这人的穴道 说着向吴志荣一指 又问 你们是什么人 要上哪里去 声音尖锐 语气十分巨傲 玄真道人说道 尊家高姓大名 咱们素不相识 河水不犯井水 干嘛来多管闲事 那病悍哼了一声 说道 哼 凭你 也还不配问我姓名 我刚才问的两句话 你听见了没有 怎不回答 玄真怒道 我不配问你姓名 你也不配问我们的事 吴三桂 造反作乱 是个大奸贼 你口口声声 称他平息王 定是贼党 我叫尊家 已病入膏肓 还是及早 回家寿中正寝 免得受了风寒 伤风咳嗽 一命呜呼 天地会群雄 哈哈大笑声中 突然间人影晃动 啪的一声 玄真左甲 以重重吃了鸡巴掌 跟着左鞋重掌 摔下马来 这两下迅捷无伦 待他倒地 群雄才看清楚 出手的 原来竟是那老妇 他两掌打倒了玄真 双足在地下一顿 身子飞起 倒退着 回坐车中 群雄大华 骑向大车扑去 那病汉 抓住赶车的 匍腹背心 轻轻一提 已和他换了位置 将匍腹抓入车中 自己 坐了车把式的座位 这时 正好钱老本 纵身双掌击落 那病汉 左手挥拳打出 和他双掌相碰 竟然无声无息 钱老本 只觉一股强劲的 大力涌道 身不由主的 两个筋斗 倒翻出去 双足着地后 但要立定 突厥双膝无力 便要跪倒 大害之下 急忙 用力后仰摔倒 才免了 向敌人跪倒之辱 钱老本刚摔倒 风济中 跟着扑制 那病汉 又挥拳击出 风济中 不跟他全力相迎 又掌中途变相 突然向他 警钟展落 那病汉 疑的一声 自觉 对方武功了得 颇出意料之外 右手拇指 扣住中指 向他掌心弹去 风济中 立即收掌 右脚踏上 罗背 高燕超和樊刚 分向两名男仆进攻 二仆纵马退开 叫道 让少爷料理你们 高反二仁军下 和对方仆从动手 胜之不武 将二仆退开 正合心意 当即转身 双双跃起 攻那病汉左侧 突然 那罗子长声嘶叫 软瘫在地 带动大车 跟着青侧 原来 风济中 踏上罗背 足底暗运重力 一踹着下 罗子击鼓变断 那病汉足不弹 身不起 在咳嗽声中 已然站在地下 车中老翁老妇 分别踢着一名仆妇 从车中跃出 这三人行动 似乎并不甚快 但都抢着先行离车 大车这才翻倒 钱老本和徐天川 向老翁老妇抢去 那老妇 左手摇动 右手指向病汉 说道 你们过去 陪我孩儿玩玩 边说边笑 竟是要二人 去挨他儿子的拳头 好让他高兴高兴 徐天川右拳 向那老翁头顶击落 只是见他年纪老迈 随之他武功不弱 还是生怕一拳打死了他 喝倒 看拳 手上已只使了三成力 他自从失手 打死了白寒松 和沐王府 闹出不少纠纷后 已然身子借涕 那老翁伸手 一把握住了他拳头 这老翁身材瘦小 手掌竟然齐大 握住他拳头后 说道 到那边玩去 徐天川年纪 虽比这老翁小得多 却也是一个白发老头 这老翁这句话 却如是对顽童说话的语气 徐天川右手用力回夺 左拳跟着击出 这招青龙白虎 本是相辅相成的招式 左拳并非真的 意在击中对方 只是要破敌松手 但若对方不肯松手 这拳便正中鼻梁 那老翁斩臂纵出 松开了手 徐天川只觉一股浑厚之急的大力 推动过来 再加上自己左拳 正用力打出 右力向后 左力向前 当时身如陀螺即转 只想让病汉转了过去 那病汉正和风纪中 高雁超 樊刚 李丽世 四人相斗 见徐天川转道 拍手笑道 有气有气 四人的拳脚 正如疾风骤雨般 向他身上高 他竟有余裕 拍手欢呼 跟着伸手一拨 徐天川忽然反了个方向 本是右转 却变成了左转 急速向那老翁 旋转将过去 那病汉笑道 爹 好玩得很 你再把这陀螺悬过来 玄真奋力冲上 那病汉 随手一拨一推 再拨再推 竟将玄真 高雁超 樊刚 李丽世 四人 也都转成了陀螺 只风纪中 没给带动 但也以胸口气血翻涌 忙 越退三步 双掌护身 无畏天地会的豪杰 都转个不停 想运力凝住 却说什么 也定不下来 如有一人转得 势道稍缓 那病汉便抢过去 一拨一推 旋转得势道 灯时又急了 这情景便如是 孩童在桌上 选铜钱一般 五个铜钱 在桌上急转 直立不倒 哪一个转得缓了 势将倾倒 那孩童 又用手指 去转上一转 维小宝 这桥的目瞪口呆 惊骇不已 双二站在他身前 提心吊胆地护住了他 维小宝低声道 咱们三十六招 双二道 快去庄稼 维小宝道 对 一道庄稼 大吉大利 做庄稼的 可以吃家棍 打杀三方 转身便走 双二拉了吴志荣 跟在后面 那病汉 转陀螺 转得兴高采烈 一对老夫妇 脸带微笑 瞧着儿子 四名仆人 拍手喝彩 在旁 为小主人助兴 那病汉 见风济中 站稳了马步 左掌高 右掌低 摆成个骨踪角力士 当即栖身上前 伸手 往他左肩拍去 风济中 右足退了一步 侧肩让开 却不敢出掌还手 那病汉诺道 你这坏人 你不转陀螺 伸手又往他右肩拨去 风济中又在后退 不料左肩后 突然一股大力推倒 当时身不由主 在那病汉大笑声中 急速旋转 但要是千斤坠 定住身子 却给那病汉 在后腰用力拨动 又转了起来 吴志荣 见那病汉和对头为难 陡然间献出生机 当下一步一跌地 向前几步 假装脚下一半 摔倒在地 双尔用力拉扯 他只不肯起身 维小宝大急 生怕他为人救去 向敌人说出真相 左手托住他下颚 使劲一捏 吴志荣便张开口来 维小宝从靴筒中 拔出匕首 往他口中一脚 将他舌头 割去了大半截 吴志荣痛得晕了过去 双尔指到 维小宝 已将这奸贼杀死 叫道 相公快走 两人向前飞奔 两人奔不到一里 便听得身后马蹄声响 有人骑马追来 维小宝向左手的 乱石缸一指 两人离开小路 奔入乱石堆中 那病汉和一名仆人 骑马追道 眼见的马匹 不能持入乱石堆中 那仆人跃下马来 叫道 两个小孩别怕 我家少爷 叫你们陪他玩 快回来 维小宝道 要赚陀螺吗 老子可不干 逃得更加快了 那仆人追入乱石堆中 维小宝和双尔脚下甚快 那仆人追赶不上 那病汉叫道 捉迷藏吗 有气有气 下了马背 咳嗽不停 从南朝来 维小宝和双尔 转身向东北角奔逃 反向那仆人奔去 那仆人扑过来 要捉维小宝 维小宝使出 久难所受的 神行百变功夫 身子一侧 那仆人便扑了个空 双尔反手一掌 打向他后腰 那仆人见他小小年纪 豪梅放在心上 竟不招架 伸手去扭他右臂 双尔左掌急落 叉的一声 一斩中他后腰 那仆人吃痛 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便在这时 双尔已抓住他右手手腕 反过来一扭 咔啦一声 扭断了他手肘关节 那病害一的一声 从一块岩石 跳到另一块岩石 几个起落 纵到双尔身前 左手挥出 双尔头上帽子落地 满头青丝 散了开来 那病害笑的 是个姑娘 伸手抓住他长发 双尔啊的一声大叫 一招双回龙 双肘厚撞 那病害笑的 好 左手向左而又一掠 抓住他两只手掌 反在背后 跟着 右手将他长发 在他双手手腕 绕了两转 再打个结 哈哈大笑 双尔急得哭了出来 叫道 将功 快逃 快逃 那病害伸直 在他腰里轻轻一戳 点了穴道 笑道 嘿嘿 他逃不了的 撇下双尔 向微小宝追去 片刻间便已追近 微小宝在乱石中 东窜西走 那病害几次要抓到了 都让他以神行百变 功夫逃开 那病害笑道 嘿 你捉迷藏的本事倒好啊 微小宝力气不足 奔跑了这一阵 已然喘息吁吁 直到再过一会儿 非给他抓到不可 叫道 你捉我不到 线下轮到我捉你了 你快逃 我来捉你了 说着转过来 向那病汉扑去 那病汉 嬉嬉一笑 果真转身便逃 也在乱石堆中 转来转去 微小宝早瞧出 他武功虽高 为人却痴痴呆呆 三十岁左右年纪 行驶仍如孩童一般 可是 他在乱石堆中 疏来疏往 刚见他在东边 眼睛一煞 身形已在西边出现 神速直如鬼魅 微小宝 又害意又佩服 叫道 我定要捉住你 你逃不了的 假装追赶 奔到双儿身边 一把将他抱起 大声叫道 喂 我就算抱了一个人 也追得上你 那病汉哈哈大笑 叫道 吴嘟嘟吃法罗 吴嘞嘞吃牛皮 微小宝抱着双儿 装着追赶病汉 却越走越远 那病汉叫道 没用的小东西 你还撞不住我 哼哼 想着他抢进几步 微小宝叫道 这下还撞不住你 你咳得逃不动了 说着 做事向他一扑 那老妇在远处怒吓 小鬼 你胆敢引我孩儿咳嗽 吹的一声 一粒狮子破空飞来 狮子虽小 声响惊人 微小宝叫声 哎呀 蹲下身子躲避 终究慢了一步 那狮子正中腿弯 扑地倒了 和双儿滚成了一团 那老妇道 抓过来 另一名男仆纵身过来 抓住微小宝和双儿的背心 提到那老妇面前 抛在地下 那病害嘻嘻而笑 拍手唱道 嘿嘿 不中用 吃胡葱 呸一脚 扑龙通 微小宝又惊又怒 只见徐天川 风济中等人 都已给长绳副主 排成了一串 一名扑副手中拉着长绳 连吴之戎 也附在一串之末 每个人 头锤胸前 双目紧闭 似乎都已失了知觉 那老妇道 这女娃娃 女扮男装 哼 你的分金挫骨手 是哪里学会的 那男孩 你的神行百变功夫 是跟谁学的 微小宝吃了一惊 心想 这老婆子的眼光倒厉害 知道我这门功夫的名字 想到人家竟然认了出来 那么自己的神行百变功夫 显然已练得颇为道家 又不禁有些得意 笑道 什么神行百变 你说我会神行百变的功夫 那老妇道 呗 你这几下 狗跳不像狗跳 蟹爬不像蟹爬 也算是神行百变了 微小宝坐起身来 说道 是你自己说的神行百变 又不是我说的 我怎知是神跳百变 还是神爬百变 那病汉拍手笑道 嘿嘿 你会神跳百变 又会神爬百变 嘿嘿 有趣 俯身在微小宝背上点了一指 微小宝只赶一股炙热的暖气 直透入身 酸麻的下肢 灯时灵活 站起身来 说道 你姐学到的本事 可高明得很啊 那病汉道 你快爬 爬一百样变化出来 又要乌龟爬 又要蛤蟆爬 这才叫神爬百变 微小宝道 我不会神爬百变 你如会你爬给我看 那病汉道 我也不会 我爹说的 武学大师 不单是学人家的 还要能别出心裁 独创一格 才称得上大师 爹 武学之中 有没神爬百变这门功夫 那老翁皱着眉头 摇了摇头 微小宝道 你是武学大师 天下既没这门功夫 你自己就去创了出来 立一个神爬门 话未说完 屁股上 已吃了那老傅一脚 只听他喝道 别胡说八道 那老傅向儿子横了一眼 脸上 微有忧色 似乎 生爬儿子 听了这少年的窜躲 真去创什么 神爬百变的新功夫 他不愿儿子 多想这件事 又问微小宝 你叫什么名字 你师父是谁 微小宝心想 这两个老妖怪 一个小妖怪 不 中妖怪 武功太强 老子是斗不过的 好汉不出眼前窥 只好骗骗他们 老子倘若冒充是 吴三贵的朋友 量他们 就不敢难为我了 向吴志荣 瞥了一眼 灵机一动 说道 我姓吴 名叫吴志荣 自显阳 扬州府 高游县人士 辣块妈妈 我的属夫平溪王 不久就要打到北京来 你们要是得罪了我 平溪王可要对你们不客气了 那老妇和那病汉 都大为惊讶 互相忘了一眼 那病汉道 假的 平溪王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职业 微小宝道 怎么会是假 平溪王家里的事 你不妨一件件问我 只要我有一件说错了 你杀我的头就是 那病汉道 好 平溪王最爱的是什么东西 微小宝道 你说的是东西呢 还是人 他最爱的人呢 从前是陈元元 后来陈元元年纪大了 他就喜欢了一个叫做四面观音的美人 现今他最心爱的美人叫做八面观音 那病汉道 美人有什么好爱 我说他最爱的东西 微小宝道 平溪王有三件宝贝 他是最爱的了 第一是一张白老虎皮 第二是一颗鸽蛋大的红宝石 第三是一面老虎花纹的大理石屏风 那病汉笑道 嘿嘿 你倒真的知道 你瞧 解开衣扣 左手抓住长袍的大金 往外一扬 露出里面左穿的皮球来 那皮球 白底儿黑张 正是白老虎皮所致 微小宝大旗 道 咦咦咦 这是平溪王第一心爱的白老虎皮呢 你你怎么偷了得来 那病汉得意洋洋的道 咦什么偷了得来 是平溪王送我的 微小宝摇头道 这个我可不信了 我听我姐夫夏国相说 那病汉道 夏国相是你姐夫 微小宝道 是啊 是我堂姐夫 我堂姐吴之方 是嫁给他做老婆的 我姐夫很会打仗 是平溪王徽下 十大总兵之一 那病汉点头道 这就是了 平溪王请我爹妈 喝我喝酒 我爹妈不去 我独自去了 平溪王亲自相陪 他手下的十大总兵都来了 你姐夫排在第一个 微小宝道 是啊 还有 马宝马大哥 王平凡王大哥 都是顶呱呱的战将 好威风的 好杀气 那病汉道 你姐夫说 我这张白老虎皮怎样 微小宝一意讨他欢喜 信口开河 我姐夫说 当年陈元元最得宠之时 受了风寒 有点伤风咳嗽 听人说 只要拿这张白老虎皮当被盖 盖得三天 立刻就好了 他向吴 向平溪王 讨这张白老虎皮 平溪王言道 借你盖几天是可以的 赐给你就不行了 这是天下最吉祥的宝贝 八百年只出一只白老虎 就算出了 也未必打得到 剥不到皮 这张白老虎皮放在屋里 邪鬼恶魔一见到 立刻就逃得圆圆的 身上有病 也不用吃药 只需将白老虎皮当被盖 盖不了几天 就皮倒病除 全都好了 人家赌排酒 左门叫做青龙 右门叫做白虎 青龙皮 白虎皮 都是乌家之宝 那老父听他说的活灵活险 儿子身上有病 那是他唯一关心之事 听说白虎皮当被盖 可致咳嗽 虽不慎心 却急盼当真如此 说道 孩儿 嫔系王将这件宝贝送了给你 你面子可不小啊 你做了皮袍子穿 真聪明 倘若这白虎皮 真能治病 那病汉皱眉道 我又没病 你进替干嘛 那老父笑道 是是 你生龙活虎一般 这几个都是江湖好汉 却给你赚陀螺 耍流星 玩了个不亦乐乎 那病汉哈哈大笑 笑声中 夹着几声咳嗽 那老父道 你晚上睡觉之时 咱们记得 把皮袍子盖在背上 病汉转过了头部里 那老翁 一举风计钟等人 问道 这些都是平溪王的手下 维小宝心想 我冒充是 老汉奸的侄子不打紧 要徐三哥他们 认识吴三桂的手下 那可一万个不愿意了 他们骨头硬 必要言语中 露出了马脚 说道 他们都是我的手下 我们听说平溪王起义 俄父和公主留在京里 逃不出来 这无英雄哥哥 跟我最说的来 交情再好不过 我带这批朋友 想到北京 去救俄父 这件事虽然凶险 可是大家意气为重 这叫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明知是刀山剑林 也要去闯了 这几句话 这几句话 可说的是慷慨激昂之志 那老汉点了点头 走过去 双手紧下拉扯 当时将附阻风济中等人的长绳拉断 跟着 在美人背心轻拍两计 推拿树下 解开了个人背风的穴道 一名仆妇去解开了双耳 付诸双手的头发 那老汉对维小宝道 单凭你这一面之词 也不能全信 这是牵连重打 你说是平溪王的侄子 可有什么证据 维小宝笑道 老爷子 这可为难了 我的爹娘 却不是随身带的 这样吧 咱们去北京见俄父 倘若他一给皇帝拿了 咱们就去见剑林公主 公主定会跟你们说 我是货真价实 童走无弃的吴志荣 心想 一到北京 哪里还怕你们互来 就算当真给他们扭了 去见剑林公主 自己就冒充 是天上的玉皇大帝 公主也必点头称事 那老汪和老妇对望了一眼 沉吟未决 微小宝突然想起 笑道 哎有了 我身上有一封平溪王写的家书 这封信给旁人见到了 我不免满门抄斩 你们既是平溪王的朋友 瞧一瞧 倒也不妨 说着伸手入怀 取出扎一黄假造的那封书信 交给老翁 那老翁抽出书间 在沉沉暮色之中观看 微小宝还怕他们不懂 解说道 展白蛇唱大风歌什么的 是说朱元璋 他不解说道好 一解便错 将刘邦的事说成了朱元璋 幸好那老翁正在宁神月信 没去留意他说些什么 那老傅看了信后 说道 嗯 那是没错的了 平溪王要做汉高祖 明太祖 请他去做张子房刘伯温 二哥 平溪王说 起义是为了复兴名士 瞧着信中的口气 他 他自己奇之不小啊 向微小宝瞧了一眼 说道 你年纪轻轻 心中自然是说 你这小娃也配做张子房刘伯温吗 那老翁将信折好 套入信封 还给微小宝 道 果然是平溪王的令职 我们是才多有得罪 微小宝笑道 好说好说 不知者不罪 这时 徐天川等军已行转 听微小宝自称是吴三贵的侄儿 对方居然身心不疑 无不大为诧异 但素质为乡主 诡计多端 当下都默不作声 微小宝心想 老子曾对 那蒙古大胡子含铁魔 冒充是吴三贵的儿子 儿子都做过 再做一次 侄子又有何妨 下次冒充是吴三贵的爸爸便是 只要能翻本 就不吃亏 这时 天色已甚为昏暗 众人站在荒郊之中 一阵阵寒风吹来 那病汗不住咳嗽 微小宝问道 请问老爷子老太太贵姓 那老父道 我们姓龟 微小宝心道 什么姓不好姓 却就姓个乌龟的龟 真正笑话其谈 那老父瞧着儿子 说道 这就天黑了 得找个地方投诉 别的事慢慢在商量 微小宝道 是是 刚才我在山岗之上 见到那边有烟冒起来 有不少人家 咱们这就借宿去 说着 向庄家大屋的方向一指 其实 此处 离庄家大屋 尚有十来里地 山丘祖阁 瞧得见什么炊烟 那男仆 牵过两匹马来 让病汉 老翁 老父乘坐 老父和病汉 合成一起 他坐在儿子身后 伸手搂住了他 维小宝等本来各有坐骑 以骑上马 四名仆役步行 行了一阵 维小宝对双二大声道 你骑马快去 瞧前面是市镇的 还是村庄 找一两间大屋借宿 赶快先烧热水 回家少爷 要暖身汤喝 大伙热水洗了脚 再喝酒吃饭 多赏些银子 他说一句 双二答应一声 他从怀中 摸出一大钉银子 连着一包蒙汉药 一起递过 双二结果 纵马急迟 那老父脸有喜色 维小宝吩咐 煮热水暖身汤 显然甚合他心意 又行出树里 双二持马奔回 说道 相公 前面不是市镇 也不是村庄 是家大屋 屋里的人说 他家男人都出门去了 不能接待客人 我给银子 他们也不要 维小宝骂道 蠢丫头 管他肯不肯接待 咱们只管去便是 双二应道 是 那老父爷道 咱们只借宿一晚 他家没男子 难道还抢了他 谋了他家的不成 一行人来到庄家 一名男仆上去敲门 敲了两酒 才有一个老年仆妇出来开门 耳朵半聋 缠家不清 翻来覆去 只是说家里没男人 那兵汗笑道 你家没男人 这不是许多男人来了吗 一闪身 跨进门去 将那老仆妇挤在一边 众人跟着进去 在大厅上坐定 那老妇道 张妈孙妈 你们去烧水做饭 主人家不喜欢客人 一切咱们自己动手便是 两名仆妇答应了 进行去找厨房 徐天川来到庄家大屋 后来曾听维小宝说起其中情由 眼见他花言巧语 将这三个武功深不可测的大高手 骗得自投罗网 心下暗暗欢喜 当下和众兄弟坐在街下 离得那病汉和维小宝远远的 以免露出了马脚 那老翁指着吴志荣问道 这个嘴里流血的汉子是什么人 维小宝道 这家伙是朝廷里做官的 我们在道上遇见了怕他去向官府出手告密 因此 因此便割去了他舌头 那老翁当时离得甚远 却瞧在眼里 心中一直存着个疑团 这时听维小宝说了 仍有些将信将疑 走到吴志荣身前 问道 你是朝廷的官 是不是 吴志荣早已逃得死去活来 当下点了点头 那老翁又问 你知道人家要造反 想去出手告密 是不是 吴志荣心想 要抵赖是不成了 只盼着老翁能救得自己一命 于是连连点头 维小宝道 他得知 南方有一位手握兵权的武将要造反 这位武将姓吴 造极反来就不得了 那老翁问吴志荣道 这话对吗 吴志荣又点头不已 那老翁再不怀疑 对维小宝又多信得几分 他回座椅上 问维小宝道 吴兄弟的武功是哪一位师傅教的 维小宝道 我师傅有好几位 一二三 一共是三位 不过我 我又笨又懒 什么功夫也没学好 那老翁心道 你武功没学好 难道我不知道了 但于他的神行百变轻功 总是不能释怀 虽然维小宝所使的只是些皮毛 然而身法步伐 却是神行百变 尚成轻功无疑 又问 你跟谁学的轻功 维小宝心想 他定要问我轻功是谁教的 必是跟我那位师太师傅有仇 那可说不得 他是无三归一党 多半跟西藏或青海喇嘛有交情 便道 有一位大喇嘛叫做桑杰 在昆明平溪王的五华宫里见到了我 说我武功太差 跟人打架是打不过的 不如学些逃走的法子吧 就教了我几天 我练得很辛苦 自以为了不起了 哪知道 一碰上你老公公老婆婆 还有这位身强力壮 精神百倍的龟少爷 却一点也不管用 那老父听了称咋儿子 身强力壮 精神百倍 这八字评语 可比听到什么奉承话都欢喜 不由得眉花眼笑 向儿子瞧了几眼 从心底里乐上来 说道 儿哥 孩儿这几天精神到健忘 那老翁 微微点头 然而 见儿子半睡半醒地 靠在椅上 时时萎靡之极 心中不由得难过 想微小宝道 原来如此 这就是了 那老父问道 桑节怎会铁剑门的轻功 那老翁道 铁剑门中有个玉真子 在西藏住过很久 那老父道 哦 是了 他是穆桑道长的师弟 多半是他当年 在西藏传了给人 转头问双儿 小姑娘 你的武功又是跟谁学的 一对老夫妇都凝视着他 似乎他的师诚来历 是件要紧之极的大事 双儿给二人瞧得有些心慌 道 我 我 他不善说谎 不知如何回答才是 微小宝道 他是我的丫头 那位桑节喇嘛 也支点过他的武功 老翁老父一起摇头 七声道 绝技不是 脸上神则十分正重 这时 那病悍忽然大声咳嗽 越咳越厉害 老父忙过去 在他背上轻拍 老翁也转头瞧着儿子 两名仆妇从厨下 用木盘拖了参汤和热茶出来 站在病悍身前 待他咳嗽停了 俯使他喝了参汤 才将茶碗分给众人 连徐天川等也有一碗 那老翁喝了茶 正待要问双儿 却见他已走入后堂 那老翁忽地站起 问孙妈道 冲茶的热水哪里来的 维夏宝大吃一惊 心中砰砰乱跳 暗叫 糟糕糟糕 这老不死的知道了 孙妈道 是我和张妈一起烧的 老翁问道 用的是什么水 孙妈道 就是厨房缸里的 张妈跟着道 我们仔细看过了 很干净 话由未了 咕咚咕咚两声 两名男仆摔倒在地 晕了过去 那老傅跳起身来 晃了一晃 伸手按头 叫道 茶里有毒 徐天川等并未喝茶 个人使个眼色 一起摔倒 假装晕去 乒乒乓乓 茶碗摔了一地 维夏宝叫道 哎呀 也摔倒在地 闭上了眼睛 指定张妈和孙妈祈祷 水是我们烧的 厨房里又没来过别人 那老傅道 缸里的水下了药 孩儿 你觉得怎样 那病汉道 还好 还 头一侧 也晕了过去 孙妈道 神汤里 没加水 神汤是我们熬了带来的 老翁道 隔水炖热 水汽也会进去 老傅道 对 孩儿身子虚弱 这 这 忙伸手去摸那病汗额头 手掌 也不住颤抖 那老翁 强韵内息 压住腹内药力 不时散发 说道 快去一两盆冷水来 张妈孙妈没喝茶 引进 奇变横生 都吓得慌了 忙 急奔入内 那老傅道 这屋子有古怪 他身上不带兵刃 俯身去一名男仆 腰间拔刀 一低头 这却一阵天旋地转 再也站立不定 一跤坐倒 手指碰到了刀刃 却以眉力捏住 那老翁 左手扶住椅背 闭目喘息 身子微微摇晃 维小宝躺在地下 偷眼查看 见双耳引了一群女子出来 那老翁突然挥掌批出 将一名白衣女子 记得飞出帐许 撞他了一张椅子 徐天川等大声呼喝 跃起身来 抢到老翁身前 却见他已然晕倒 风计中 初指点了他穴道 又点了那老妇 和病汉的穴道 维小宝 跳起身来 嬉嬉而笑 叫道 嘿嘿 庄三少奶 你好 向一个白衣女子 攻身行礼 那女子正是庄家三少奶 急忙还礼 说道 维少爷 你亲得我们的大仇人到来 真不知如何报答才是 老天爷有眼 让我们大仇得报 维少爷 请你来见过我们的师父 引着他 走到了一个黄山女子之前 那女子伸手 再给那老翁击伤的女子 背上按摩 那伤者哇的一声 吐出一大口鲜血 跟着又是一大口血 那黄山女子微笑道 不要紧了 声音柔美动听 维小宝见着女子年纪 已然不轻 声音却如少女一般 她头上戴了个金环 赤了双足 腰间围着条绣花腰带 装束甚为奇特 头发已然花白 一张脸庞却又白又嫩 只眼角间有不少皱纹 到底多大年纪实在说不上来 瞧头发已有五十来岁 容貌却不过三十岁上下 她想 这人既是三少奶的师父 当即上前跪倒磕头 说道 婆婆姐姐 维小宝磕头 那女子笑问 你这孩子叫我什么 维小宝站起身来 说道 你是三少奶的师父 我该叫你婆婆 不过瞧你下帽 最多不过做的我姐姐 因此叫你婆婆姐姐 那女子咯咯而笑 说道 最多不过做你姐姐 难道还能做你妹子吗 维小宝道 倘若我隔壁只听见你的声音 就要叫你婆婆妹子了 那女子笑得身子乱颤 笑道 你这小滑头好有趣 一张嘴油腔滑掉 真讨人欢喜 难怪连我龟师伯这样的大英雄 也会找了你道 她此言一出 众人无波大惊 维小宝指着那老翁道 这 这位老公公是你婆婆姐姐的师伯 那女子笑道 怎么不是 我跟他老人家有三十年不见了 起初还真认不出来 直到见到他老人家一出手 这一掌 雪横秦岭 如此威猛 中原 再没第二个人使得出 才知是他 维小宝愁道 既然是自己人 那怎么办 那女子摇头笑道 我可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师父知道了这事 非把我骂个臭死不可 眼见几名仆妇 一手持粗锁在旁侍候 笑道 你如吩咐要绑人 你自己发号令吧 可不关我事 师伯 我是不敢绑的 不过如果不绑 他老人家醒了转来 我却打他不过 小弟弟 你打得过他吗 维小宝大喜 笑道 我更加打不过了 知他这么说 只是要自脱干系 却无回护世博之意 忙向徐天川等道 这几个人 跟无三鬼是一党 不是好人 怎么天地会绑他起来 跟婆婆姐姐 半点也不相干 徐天川等事才 受那病汉戏弄 实施生平从所未经的 齐齿大辱 早恨得牙痒痒了 当即接过绳索 将老翁 老父 病汉 和两个男仆 都结结实实地绑住 那黄山女子问道 我龟师伯 怎会跟无三 跪是一党 你们又怎么干上了的 维小宝一世将 如何与那老翁 在饭店相遇的情形说了 徐天川等 为那病汉戏 细耍一解 自然略过了不说 只说这劳病鬼 武功厉害 大家不是他敌手 那女子道 龟家小师弟的性命 还是我师父救的 他从小就生重病 到现在身子还是好不了 他是龟师伯 夫妇的命根子 看了那老翁一眼 说道 龟师伯为人很正派 怎会跟无三跪 那大汉奸是一党 倘若真是这样 我师父就不能骂人 听他言语 似乎对师父 着实怕得厉害 维小宝道 谁帮了无三跪 那就该杀 你师父知道了这事 还会大大称赞你呢 那女子笑道 是吗 瞧着那老父老翁 沉思片刻 过去探了他那病汉的鼻息 说道 三少奶 待会我师伯醒来 定要大发脾气 咱们又不能杀了他 这样吧 让他们留在这里 咱们大伙溜着大吉 叫他们永远不知道 是给谁绑住的 你说好不好 三少奶道 师父吩咐 就这么办好了 但想 在此处居住多年 突然立刻要走 心中故事舍不得 又觉诸武搬迁不易 不禁面有难色 一个白衣老妇人说道 仇人已得 我们去寄过了诸位相公 灵魏就可焚化了 三少奶道 婆婆说的是 当下众人来到灵堂 将吴志荣拉过来 跪在地下 三少奶从供桌上 捧下一部书来 拿到吴志荣跟前 说道 吴大人 这不是什么书 你总认得吧 吴志荣对这部书 早已看得滚瓜烂书 以捡这书的厚薄 大小 测书 便知是自己 赖以升官发财的名史 再看体签 果然是名书极略 便点了点头 三少奶又道 你瞧得仔细些 这里供的英灵 当年你都认得他 吴志荣 宁木向灵牌上的名字瞧去 这件一块块灵牌上 写的名字 是庄允成 庄廷龙 李令熙 程维帆 李焕 王赵珍 毛元明 一百多个灵牌上的名字 个个是因自己举报告密 为名使一案 而遭朝廷处死的 吴志荣只看得八九个名字 便已魂飞天外 他舌头糟戈 流血不止 本已三成中 死了二成 这是全身一软 坐倒在地 扑速速地抖个不住 三少奶道 你为了贪图功名富贵 害死了这许多人 列为相公 有的在牢狱中受苦折磨而亡 有的惨遭凌迟 身受千刀万寡之苦 我们若不是天性蒙师傅搭救 也早已给你害死 今日如一刀杀了你 未免太便宜了你 只不过我们做事 不像你这样残忍 你想死得痛快 自己做个了断吧 说着解开了他身上穴道 当得一声将一柄短刀 抛在地下 吴志荣全身颤抖 拾起刀来 可是要他自杀 又如何有这勇气 突然转身便于向灵堂外 冲出逃命 只跨出一步 但见数十个白衣女子 挡在身前 他猴头呵呵数声 一跤摔倒 扭曲了几下 便一动也不动了 三少奶搬过他身子 现在呼吸已停 满脸鲜血 睁大了双眼 神情可怖 说道 恶又恶报 这奸贼终于死了 贵岛在林前 说道 列为相公 你们大仇得报 在天之灵 便请安息吧 众女子 以其伏地大哭 维小宝和天地位群雄 都在灵前行礼 那黄山女子 却站在一旁 秀眉微醋 漠然不动 众女子哭泣了一会儿 有其向维小宝叩拜 谢他亲得仇人道来 维小宝忙磕头还礼 说道 小事一桩 何必客气 倘若你们再有什么仇人 说给我听 我再去给你们抓来便是 三少乃道 奸相傲拜 是维小爷亲手杀的 吴志荣 已由维小爷捉来处死 我们的大仇 已报了十足 再也没仇人了 当下 众女子撤了牌位 火化灵牌 那黄山女子 见他们繁文辱节 闹个不休 不耐烦起来 出去瞧那受勤的树人 维小宝跟了出去 这间那老翁老夫病悍 五字未行 那黄山女子微笑道 小娃娃 你要下毒害人 可着实得好好地学学呢 维小宝道 是是晚辈下药迷人 实在是没法子 他们武功太强 我如不使个诡计 非给扭断脖子不可 这些下作手段 江湖上英雄好汉 是很瞧不起的 我知错了 下次不敢了 那黄山女子 微微一笑 说道 什么下作上作 杀人就是杀人 用刀子是杀人 用拳头是杀人 下毒用药 还不是一样杀人 江湖上的英雄好汉 瞧不起 谁要他们瞧得起了 像那吴志荣 他就向朝廷告密 杀了几千几百人 他不使毒药 难道就瞧得起他了 这番话 句句叫微小宝 打从心坎里欢喜出来 不禁梅花眼笑 说道 婆婆姐姐 你这话可真对极了 我小时候帮人打架 用石灰撒敌人眼睛 我帮他打赢了架 救了他性命 可是这人反而说 我使的是下三滥手段 狠狠打我耳光 可惜那时 婆婆姐姐不在身边 否则也好教训教训他 那黄山女子道 不过你向我归师伯下毒 我也得狠狠打你几个耳光 微小宝道 那时候我可不追 他是你师伯呢 那女子道 要是你知道 他是我师伯 他又要扭断你的脖子 你有毒药在手 下不下他的毒 微小宝嘻嘻一笑 说道 性命交关 那也只好得罪了 那女子道 算你说老实话 人家要你的命 你怎能不先要人家的命 我说要打你耳光 只要你太也不知好歹 人家是大名鼎鼎的神权无敌 归心属归二也 功力何等身后 你对他 使着吃了头不会晕 眼不会花的狗屁萌汉药 他老人家只当是胡椒粉 微小宝道 可是他 那女子道 你这不上台盘的萌汉药 混在茶里 人家七十年的老江湖 会糊里糊涂的就喝了下去 就是开黑店的流氓 脾棍玩意儿 要下毒 就得下第一流的 微小宝又惊又喜 说道 原来 原来婆婆姐姐 给换上了第一流的 那女子道 胡说 我没换 龟师伯他们自己累了 头痛发烧 晕了过去 跟我有什么相干 一个是老病鬼 两个是七十多岁的老公公老婆婆 忽然之间自己晕倒了 有什么稀奇 他嘴上说的一本正经 眼光中 却露出玩闹的神色 微小宝治他 怕日后师父知道了责骂 事已不认 心中对着女子 说不出的头缘佩服 突然跪倒在地 说道 婆婆姐姐 我拜你为师 你收了我这徒儿 我叫你师父姐姐 那女子咯咯嘻笑 伸出左臂 将手掌 搁在他磕下 微小宝只觉得 磕下有件硬物 绝非人手 垂手看去 大吃一惊 这件那物 竟是一把黑油油的铁钩 钩肩顺利 闪闪发光 那女子笑道 你再瞧仔细了 右手 摞起左手衣袖 露出一段雪白的上臂 但其腕而断 并无手掌 那这铁钩 竟是装在手腕上的 那女子道 你要做我徒儿 也无不可 这就来割聚了手掌 我给你装持铁钩 这黄山女子 便是当年天下文明的 五毒教教主和铁手 后来拜袁承治为师 改名为和剃手 明王后 她随同袁承治 远赴海外 那一年 奉师命来中原办事 无意中救了庄家三少奶等一群寡妇 传了他们一些武艺 此番重来 恰逢双二拿了蒙汉药前来 说起情由 她虽不知对方是谁 但武功既如此高强 寻常蒙汉药 却无用处 于是 另行用些药物 放入水缸之中 和剃手使毒本领 当事无双 此归华山派后 不谈此调已久 忽然见到有人 要在水缸中下毒 不禁忌养 牛刀小事 天下何人当的 若非如此 龟心属内力深厚 尚在她师父原成智之上 维小宝这宝 从御前侍卫手中得来的 寻常蒙汉药 如何迷得她倒 那病汉龟中 在娘胎之中便已得病 本来绝难养大 后来服了师叔原成智 夺来的珍贵之极的灵药 这条性命才保了下来 但身体脑力均已受损 始终不能如常人壮见 龟心属夫妇 只有这个独子 碍于性命 因她自幼病苦缠绵 不免娇宠过度 失了管教 龟中虽然学得一身 高强武功 但年近三十 心智性情 却还是如八九岁的小孩一般 合体手下药之时 不知对方是谁 带的发觉竟是龟师伯一家 不由得心中坠坠 然而事已如此 也就置之度外 听得维小宝说话讨人欢喜 对他很是喜爱 心想 域外海岛之上 哪有这等灵力顽皮的少年 维小宝听说 要割取一只手才拜得师父 提起手掌一看 既怕割手疼痛 又舍不得 神则甚是愁躇 合体手笑道 师父是不用拜了 我也没时候传你功夫 我有一件很好玩的暗器 这就送了给你 免得你心里叫冤 白磕了头 又叫了一阵师父姐姐 维小宝道 师父姐姐 那绝不是白叫的 你就是不穿我功夫 不给我务事 像你这般美貌姑娘 我多叫她几声师父姐姐 心里也快活得很 合体手咯咯而笑 说道 小猴子有嘴滑舌 跟你婆婆没上没下的瞎说 她是苗家女子 与汉人的礼法规矩 向来不放在心上 维小宝赞她美貌 她非但不以为武 反而开心 又笑道 小猴子 你再叫一声 维小宝笑着 大声叫道 姐姐 好姐姐 合体手笑道 嘿哟 越来越不成话了 突然 右手抓住她后颈 将她提在右侧 但听得痴痴声响 桌上三只烛火灯水熄灭 对面板壁上 啪啪之声 密如急雨般 响了一阵 维小宝又惊又喜 问道 这是什么暗器 合体手笑道 你自己瞧瞧去 松手放她落地 维小宝从茶几上拿起一只烛台 凑近板壁看 这件数十枚亮闪闪的钢针都深深叮入了板壁 他佩服至极 说道 姐姐 你一动也不动 怎的发射了这许多钢针 这等暗器 天下又有谁躲得过 合体手道 当年 我曾用这寒沙摄影暗器 射我师父 他就躲过了 一枚枝 也射他不中 不过 除了我师父之外 躲得过的 只怕也没几个 维小宝道 你师父 定是要你试着射他 先有了防备 倘若突然之间射出去 他老人家武功再强 这种来无营去无踪的暗器 又怎闪躲得了 合体手道 那时候 我跟师父是对头 正在恶斗 他不是叫我试射 事先完全没知道 维小宝道 这就是了 你师父 正在全身贯注的房里 这才避过了 倘若那时候 你向东边一指 转头瞧去 叫道 诶 谁来了 你师父 必定也向东瞧上一眼 那时你忽然发射 只怕非中不可 合体手叹了口气 说道 唉 或许 你说得不错 这钢针上 为了剧毒 我师父那时 倘若避不过 便已死了 那时 我可并不想杀他 维小宝道 你心中爱上了师父 是不是 合体手脸上 微微一红 呸了一声 道 呸 没有的事 快别胡说八道 给我师娘听见了 非割了你半截舌头不可 往时少年时 墨地里都赏心来 所以事隔数十年 合体手脸上 仍不禁发烧 他取出两只陆皮纸套 戴在右手拇指和食指之上 将板壁上钢针 一枚枚拔下 跟着 伸手从衣间内 解了一根铁带出来 带上 装着一只钢盒 盒盖上 有许多小孔 维小宝恍然大悟 拍手叫道 姐姐 这暗器 当真巧妙 原来 你装在衣衫里面 只削 一进铁带上的积阔 铁盒中 就射了钢针出去 惊想 他答应 送一件暗器给自己 多半便是此物 不禁 心花怒放 合体手微笑道 不论多厉害的暗器 发射时 总靠手力准头 你武功也太差劲 除了这寒沙射影 别的暗器也用不来 当下 将钢针 一枚枚插回盒中 要他 摞起长袍 将铁带 附在他身上 钢盒 正当胸口 教了他 沁动激阔之法 又传了 配置针上毒药 和解药的方式 说道 盒中钢针 一共可用五次 用完之后 就需加进去了 我师父一再叮嘱 千万不可滥伤无辜 这暗器 本是脆上剧毒的 线下喂的 并不是要人性命的毒药 只叫人中了之后 麻痒难当 全身没半点力气 但你 仍然千万不可乱使 维小宝 没口子的答应 又跪下拜谢 何替手道 你把他们三位扶起坐好 维小宝答应了 先将龟心鼠 扶起坐入椅中 又去扶龟中时 碰到他腰间 圆鼓鼓的 似有一个葫芦 拉起他长袍一看 却是个阁囊 维小宝好奇兴起 拉开囊上阁锁 盼眼一看 突然大叫起来 哎呀 是个死人头 他 他 对面眼在瞧我呢 何替手也觉奇怪 说道 他不知杀了什么要紧人物 且巴巴地将手机挂在腰里 你拿出来瞧瞧 维小宝道 死人 死人 我拿你出来 你不可咬我 慢慢伸手入囊 抓住那手机的辫子 提了出来 放在桌上 烛火下 瞧得明白 这手机怒目原睁 求然几张 维小宝大叫一声 连腿三步 惊叫 是 是吴大哥 何替手 微微一惊 问道 你认得他 维小宝道 他 他是我们会里的兄弟 吴六七 吴大哥 心下悲痛 放声大哭 天地会群豪 听得他的狂叫大哭 奔上听来 见到吴六七的手机 进阶惊诧悲愤 个人手腕刀柄 凝视何替手 直到吴六七 是他杀的 跟着 双尔也奔了出来 维小宝拉着他手 指着手机 叫道 双 双尔 这是您一兄吴大哥 他 他给这恶贼害死了 说着 抢到龟中之前 在他身上狠狠踢了几脚 向徐天川等到 吴大哥的手机 这恶贼挂在身上 众人再细看那手机时 只见血字枣干 井口处全是石灰 显示以药物和石灰护住 不时腐烂 双尔扶着手机 放声大哭 李立世道 咱们用冷水 临行这恶贼 吻名端详 再杀他 为吴大哥抵命 群雄 齐声称事 何替手道 这人是我师弟 你们不能动他一根寒帽 说着 伸出左手铁钩 向着桌上一只蜡烛挥了几灰 飘然入内 玄真道人怒道 就算是你师父 也要把他斩为肉酱 突然 风击中移了一声 左手两根手指 拿了七八分长的一截蜡烛 举起手来 竹带上的蜡烛 本来尚有七八寸长 但这时 已割成六七截 每截长不余寸 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 并不倒塌 这手武功 当真惊世骇俗 天地会群豪 无不变色 玄真刷的一声 拔出佩刀 说道 我杀了这丝 为吴大哥报仇 让那女人杀我便是 李丽士道 且慢 先问个明白 然后这三人一起都杀 维小宝道 对 这位婆婆姐姐 只怕她师伯 只削 连她师伯 师伯老婆 一起都杀了 反而没事 双儿 你去打一盆冷水来 可不要那厨房里下过药的 双儿进去 打了一盆冷水出来 徐天川结果 在龟中头上 慢慢淋下去 只听她连打几个喷嚏 慢慢睁开眼来 她身子一动 发觉手足背负 腰间又给点了穴道 怒道 谁 谁跟我闹着玩 玄真将刀刃 在她脸上轻轻一拍 骂道 你祖宗跟你闹着玩 举着五六七的手机 问 这人是你害死的吗 龟中道 不错 是我杀的 妈妈 爹爹 你们在哪里 转头见到父母 也都糟吧 吓得 险些哭了出来 他一声跟随父母 事事如意 从未受过 稀少挫折 几时又经历过 这等情景 哭丧着脸道 你 你们干什么 你们打我不过 怎么 怎么绑住了我 绑住了我 爹爹妈妈 徐天川反过手掌 啪的一声 打了她一个耳光 喝道 这人你怎么杀的 快快说来 若有半句虚语 立时戳瞎了你眼睛 说着 将刀尖伸过去 对准她右眼 龟中吓得魂不附体 不住咳嗽 说道 我 我说 你别 戳下我眼睛 瞎了眼睛 可看不见 看不见 咳咳咳 平熙王说道 达子皇帝 是个大大的坏蛋 霸占 霸占我们 我们大明江山 求我去 去杀了达子皇帝 群豪面面相去 真想 这话倒也不错 维侠宝却 大大的不以为然 骂道 辣块妈妈 吴三桂 吃他们的 什么好东西了 龟中道 平熙王是你叔父 他 他不是好东西 你也不是好东西 维侠宝在他身上 重重踢了一脚 骂道 胡说八道 吴三桂是大汉奸 怎么会是老子的叔父 吴三桂是你叔父 龟中道 是你自己说的 你说了话要赖 我不来 我不来 李李士尔 他缠家不清 问道 吴三桂要你去杀 辣子皇帝 怎么你又去害死了他 说着 又想吴六七的首级一指 龟中道 这人是广东的大官 平熙王说 他是大汉奸 保定了辣子皇帝 平熙王要起兵 打广东 非先杀了他不可 平熙王送了我很多补药 吃了至咳嗽的 又送了我白老虎皮 我妈说大汉奸非杀不可 这人武功很好 我 我跟妈两个一起打他 才杀了的 你们快放开我 放开我爹爹妈妈 我们要上北京去杀达子皇帝 那是大大的功劳 维熙王骂道 要杀皇帝 也轮不到你这老病鬼 众位哥哥 把这三个家伙都杀了 婆婆姐姐那里 由我来担他好了 呼听的庄外 数十人齐声大叫 老病鬼 快滚出来 把你千刀万剐 为吴大哥报仇 庄前庄后都是人声 连四处屋顶上 都有人呐喊 显示将庄子四下围住了 天帝会群豪 听得来人 要为吴六七报仇 似乎是自己人 都心中一喜 钱老板大声叫道 名父清凡 母帝父天 外面的朋友 哪一路安顿 天帝会的口号是 天父帝母 反清父明 但当遇上身份不明之人 先将这八字颠倒来说 若是会中兄弟 便会出言相认 如是外人 对方不知所云 也不知泄露了身份 庄外和屋顶上 有十七八人齐声叫道 地震高刚 一派西山千古秀 听中群豪叫道 门朝大海 三河河水万年流 屋顶有人道 哪一堂的兄弟在此 钱老板道 晴木堂做兄弟的迎接众家哥哥 哪一堂的哥哥到了 听门开出 一人走了进来 叫道 小宝 你在这里 这人身材高瘦 神情飘逸 正是天地会总舵主陈建南 微笑宝大喜 抢上拜倒 连叫 师父 师父 陈建南道 大家好 只可惜 见到桌上五六七的手机 抢上前去 浮桌大痛 眼泪扑素素的直洒下来 听门中陆续走近人来 广西嘉后堂乡主 马超兴 贵州赤火堂乡主 古智忠等都在其内 众人一见龟中 纷纷拔刀 还有二十余人 是广东洪顺堂属下 更是恨吉 龟中眼见众人 这般凶神恶煞的情状 只磕得两声 便晕了过去 陈建南转过身来 问道 小宝 你们怎地 亲得这三名恶贼 微笑宝说了经过 但徐天川等 如何为龟中戏耍 自己冒充吴之戎 等等丑事 自然不提 最后道 这三名恶贼 武功厉害 我们是打不过的 幸好有一位婆婆姐姐帮手 才钦住了 可是这婆婆姐姐又说 这老头是他师伯 不许我们杀他 为吴大哥报仇 陈建南皱眉道 什么婆婆姐姐 微小宝道 他年纪是婆婆 像貌是姐姐 因此 我叫他婆婆姐姐 陈建南道 他人呢 微小宝道 他躲在后面 不肯跟他师伯会面 师父 胡大哥 马大哥 你们怎么都到了这里 陈建南道 这恶贼害了吴大哥 我们力传快训 四面八方地追了下来 青木堂众人 与来人相见 原来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安徽各堂的兄弟 也有参与 大部分坚守在庄外各处 古之中 马超兴等都道 为兄弟 又立此大功 吴大哥在天之灵 也必深感大德 微小宝道 吴大哥 待我再好不过 为他报仇 那是该当的 算什么功劳啊 李立世道 骑兵总舵主 这恶贼 适才说道 他们要上北京 去行刺 达子皇帝 又说了些 反清复明的言语 不知内情 到底如何 微小宝道 什么内情 他怕我们杀他 就顺口胡说 他身上这件 白老虎皮袍子 就是吴三贵送给他的 吴三贵的猪鹏狗友 有什么好东西了 咱们把这三个恶贼 开堂弯心 为吴大哥报仇就是 陈姐难道 把这三人都弄醒了 好好问一问 双二却提了一桶冷水 又将龟心术夫妇 和龟钟一一临醒 龟二娘一醒 立即大骂 说道下毒迷人 却是江湖上 卑鄙无耻的勾当 龟心术却一言不发 陈姐难道 瞧你们身手 并非平庸之辈 你们叫什么名字 跟我们吴六七 吴大哥 有什么缘仇 干嘛下毒手 害他性命 龟二娘怒道 你们只能下三烂 下迷药的无耻小贼 也配来问老娘性命 古之中 杨刀威和 龟二娘性子激刚 更加骂得厉害 维侠宝道 师父 他们姓龟 乌龟的龟 两只老乌龟 一只小乌龟 我先杀了小乌龟再说 拔出匕首 指向龟中咽喉 龟二娘见 维侠宝爷杀他儿子 立时慌了 叫道 小鬼 你有种的 就来杀老娘好了 可不许碰我孩儿 一根寒冒 维侠宝道 我偏偏 只爱杀小乌龟 将刀尖 在龟中咽喉 轻轻一戳 匕首极力 虽然一戳甚轻 但龟中咽喉 立时蹦出鲜血 他大声叫道 妈呀 他 他要杀死我了 龟二娘大叫 别 别杀我孩儿 维侠宝道 我师父问一句 你乖乖地答一句 那么半个时辰之内 暂且不杀你的 老病鬼儿子 龟二娘怒道 我孩儿没生病 你才是老病鬼 但听维侠宝搭远 暂且不杀他儿子 略觉宽心 维侠宝假装连声咳嗽 学着龟中的语气 说道 妈呀 我 我 快要死了 好妈妈 你快快识说了吧 我没生老病 我生的是 钢刀断头病 又是尖刀穿猴病 全身斩成肉酱病呢 他学得肾像 龟二娘毛骨悚然 叫道 必须 必须我孩儿说话 维侠宝继续学样 妈呀 你再不回答人家的话 我 我 又得生肚子铺开病 肚肠流出病了呢 说着 拉起龟中的衣衫 将匕首间 在他瘦骨淋漓的胸膛上比划 龟二娘再也忍耐不住 说道 好 我们是华山派的 我们当家的神权无敌龟二侠 当年威震中原之时 你们这些小毛贼 还没转世投胎呢 陈浸南听得这二人 竟然便是大名鼎鼎的 神权无敌龟心术夫妇 被他肃然起敬 又想 吴六旗武功何等了得 据当时亲眼见到他被害情景的洪顺堂兄弟言道 这一个老妇和一个劳病鬼出手 便打倒了十几名洪顺堂好手 两人合攻吴六旗将他击毙 割了他手机 对方自非冒名 神权无敌龟心术成名已久 仅数十年来 布文在江湖上走动 不知何以静会迁入这场惨祸 中间必有重大缘由 当即上前向龟心术 恭恭敬敬地抱拳行礼 说道 原来是华山神权无敌龟二侠夫妇 小人陈浸南多有势力 伸手一扯 拉断了附在龟心术身上的绳索 接着又在他背心和腰间推拿树下 解开他穴道 转身又拉到龟二娘和龟中身上的绳索 维小宝大吉又道 师父 这三人厉害得很 放他们不得 陈浸南微微一笑 说道 龟二娘 骂我们下谜药 是江湖上下三滥卑鄙行径 我们天底会并没下谜药 就算当真相了 龟二侠内宫身后 下三滥的寻常蒙汗药 又如何迷得倒他老人家 维小宝道 不错不错 我们天底会没下蒙汗药 心想 这药是婆婆姐姐的 也是她自己换上的 不能算在我们天底会账上 何况这药又不是蒙汗药 龟心术左手在妻子和儿子背心上一扶 已解开了二人穴道 手法比陈浸南快得多了 点了点头 说道 不是寻常蒙汗药 是极厉害的药物 伸手去搭儿子脉搏 龟二娘宁神瞧着丈夫脸色 问道 怎样 龟心术道 眼前似乎没事 想起自己晕倒之前 曾和人对了一掌 此人武功甚浅 但所行内功法门 显然是华山派的 又想起双二 在乱石缸中奔跑的身法 也是华山派轻功 一瞥之间 已在人丛中 见到了他 双二见到他 金光闪闪的眼光 不由得害怕 缩在维小宝身后 维心术道 小丫头 你过来 你是华山派的不是 双二道 我不过来 你杀了我义兄吴大哥 我要为他报仇 我 我也不是什么华山派的 何替手当日 对庄三少奶双二等 传了些武功 并非正式收他们为徒 也没向他们说 自己的门户派别 华山派三字 双二今日 还是首次听闻 归心术 也不计和着小姑娘一般见识 突然气涌丹田 朗声喝道 冯南迪的徒子徒孙 都给我出来 这句话声音并不甚响 但气流激荡 屋顶灰尘速速而落 他想 同门师兄弟三人 袁城志门下 均在海外 大师兄黄真 世事已久 华山派门户 由黄真的大弟子 冯南迪执掌 庄中既有华山派门人 自必是冯南迪一戏 哪知隔了两久 那堂竟济然无声 臣进南道 年前 天下英雄 大会和尖府 煞血为盟 决意七心合力 诛杀大汉奸吴三贵 领事指冯南迪前辈 正是和尖府 杀归大会的主人 何以归前辈 反跟吴三贵携手 杀害碧会义士 吴六七兄弟 这岂不为亲者所痛 仇者所快吗 话是说的客气 此风却咄咄逼人 贵二娘向他横了一眼 说道 曾听人说平生不识 陈进南 就称英雄也枉然 当尊家尚未出世之时 我夫妇已然纵横天下 如此说来 定要等尊家出世之后 我们才称得英雄 可笑啊可笑 陈进南道 在下武功才能 都不止归二侠贤夫妇一笑 江湖上朋友看得起在下 也不过是说 在下明白是非 还不止胡作非为 结交匪人而已 归二娘怒道 你几次我们胡作非为 结交匪人 陈进南道 吴三贵是大汉奸 归二侠道 这吴六七为虎作伤 做鸭子的大官 欺压我汉人百姓 你们又怎么口口声声 称他为大哥 这还不是胡作非为 结交匪人吗 马超兴大声道 吴大哥 神在曹银心在汉 他是天地会 洪顺堂的红旗乡主 手握广东兵权 一朝机缘到来 便要起兵打鸭子 洪顺堂众位兄弟 你们说是也不是 洪顺堂属下 二十余人齐声说道 正是 马超兴道 你们躺开胸膛 给这两位大英雄瞧瞧 二十余人 双手拉扭一斤 向外一分 个人胸口前十余颗扣子 灯石蹦开 露出胸膛 只见每人胸前都刺了 天父地母 反清复明八个字 深入激励 龟中一直默不作声 这时 见二十余人胸口都刺了八个字 拍手笑道 有机 有气 天地会群雄 一骑 向他怒目而视 陈建南向龟心术道 灵狼觉得有趣 龟二侠夫妇以为如何 龟心术傲丧无比 摇了摇头 向龟二娘道 杀错人了 龟二娘道 杀错人了 上了吴三桂这奸贼的大 左手一伸 从马朝星腰间拔出单刀 往自己脖子中抹去 陈建南叫道 是 急伸右手 抓住了他左腕 龟二娘右掌拍出 陈建南出左掌相比 两人身子都是一晃 陈建南左手 两根手指伸过去 夹住了刀背 龟二娘右手又是一掌 拍向他胸口 陈建南倘若退避 那刀就夺不下来 又把他诱于自尽 是才跟他对了一掌 只他年纪老迈 内力已不如己 但出手如电 全掌功夫精绝 自己只要退得一步 空手再也夺不了他手中兵刃 当下硬挺胸膛 砰的一声 受了他一掌 龟二娘一呆 陈建南左手双指 已将他单刀夺过 退后两步 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 当龟二娘横刀自尽之际 龟心术倘若出手 自能阻止 但他们错杀了吴六旗 既残且毁 已起了自尽以泄的念头 因此并不阻挡妻子 待见陈建南不惜以身犯险 才夺下龟二娘手中钢刀 更愧感焦急 他拙于言辞 知道 陈建南当是豪杰 明不虚传 陈建南扶着桌子 调云气息 扮上才道 不知者不罪 害死吴大哥的罪魁祸首 乃是吴三 说着又吐了狗鲜血 龟二娘年纪虽老 西年宫里仍有大半 陈建南为了夺他兵刃 没法运气防护 这一掌挨得着实不清 龟二娘道 陈总多主 我如再要自尽 辜负了您一番盛情 我夫妇定当去杀了达子皇帝 再杀吴三贵的奸贼 说着跪倒在地 将吴六旗的首级 败了三败 陈建南道 吴六旗大哥 形势十分隐秘 江湖上英雄 多有唾骂他的为人 贤夫妇此番出手 用意愿为诛杀汉奸 只可惜 只可惜 说着忍不住掉下泪来 维新术夫妇心中 都是一般的念头 决意去刺杀康熙和吴三贵 然后自尽 以谢吴六旗 但此刻也不必多说 同时向陈建南抱拳道 陈总多主 这便告辞 陈建南道 两位请留步 在下有一言并告 龟氏夫妇携了儿子的手 正要出去 听了这话 便停步转身 陈建南道 吴三贵起兵云南 眼见天下大乱 正是恢复我汉家河山的良机 尚有不少英雄 日内都要聚集京师商议对策 大家志同道合 请两位前辈同去北京会商如何 龟新术心中有愧 不愿与众人相见 摇了摇头又要迈步出外 维夏宝听他二人说 要去行刺皇帝 心想 这三个姓龟的家伙 武功极高 小皇帝未曾防备 别要给他们害死 叫道 这是天下大事 你们这位公子 做事很有点乱七八糟 这一次如再坏了事 你们三位就算一股脑的自杀 也不免臭 臭气万年 他定人说过一臭万年的成语 一时说不上来 说成了臭气万年 成语虽然说错 威氏夫妇却也明白他意思 龟新属自知 武功高强 见事却不如何明白 否则 也不会只凭吴三贵的一面之词 便注下这等大错 听了威氏宝这句话 不禁心中一寒 寻思 行刺皇帝 却是有关国家气运的大事 威氏宝又道 县下的皇帝 年纪小 不大懂事 搞得吴三贵造反 一塌也糊涂 你们如要杀了他 换上一个年纪大的厉害的儿子 来做皇帝 咱们汉人的江山 就坏在你们手上了 龟新属缓缓点头 回过身来 臣妾难道 两位前辈 这孩子年纪小 说话没上没下 冲撞莫怪 说着拱手致歉 又道 但他的顾虑 似乎也可从长计议 如此大事 咱们谋定而后动如何 龟新属心想 一错不可再错 自己别因一失愧愤 一致称为万事罪人 便道 好 紧听陈总堕住吩咐 陈浅南道 吩咐两字 万万不敢当 明日上午 大伙同到北京 晚间便在这孩子的住处聚会 共商大事 两位以为如何 龟新属点点头 陈浅南问维小宝道 你办了住所没有 维小宝道 弟子仍在东城 同帽子胡动住 陈浅南道 两位前辈 明晚在下在北京东城 同帽子胡动 这孩子的子爵府 恭候大驾 维小宝道 师父 你别生气 现下叫做伯爵府 陈浅南道 又升了官 龟二娘瞪眼瞧着维小宝 问道 你是吴三桂的侄子 也是身在操营心在汉 要大义灭亲吗 维小宝笑道 我不是吴三桂的侄子 吴三桂是我灰孙子 陈浅南赤道 前辈跟前 不得无力 快磕头谢罪 维小宝道 是啊 坐视玉柜 却慢吞吞的严挨 龟心鼠一仰手 带了妻儿仆从 静字出门 明知外面并无诉处 却宁可挨饿野素 实实无言 与天敌会群豪相对 龟中 自幼并无玩伴 见维小宝言语伶俐 年纪又小 甚是好玩 想到招手 说道 小娃娃 你跟我去陪我玩 维小宝道 你杀我朋友 我不跟你玩 突然间 呼的一声响 人影一晃 龟中 越江起来 一把将维小宝抓住 提到门口 这一下 出手极快 陈浅南 视台受伤不轻 隔得又远 其余天敌会群雄 竟没一人来得及阻止 龟中 哈哈大笑 说道 嘿嘿嘿 你再跟我去捉迷藏 咱们玩个痛快 龟新树脸一沉 喝道 孩儿 放下的 龟中 不敢围傲复言 只得放下了维小宝 嘴巴 却已扁了 便似要哭 龟二娘安慰道 孩儿 咱们去买两个书筒 陪你玩耍 龟中道 书筒不好玩 就是这小娃娃好玩 咱们买了它去 龟新树 见儿子出丑 拉住他手臂 快步出门 群雄面面相去 君爵无留其一世英雄 如此糊里糊涂的 死在一个白痴手里 时事太冤 维小宝 师父 我去请婆婆姐姐出来 跟大家相见 和双儿走到后堂 哪知